今天來跟大家講點不一樣的 來聊聊如何修行吧 說到修行大家會想到什麼呢 是七龍珠進到精神時光屋裡面 或是祁鈺老師的每天掌上壓100下 還是在瀑布底下打坐 又或是在廟裡面念經呢 其實啊 修行不用這麼麻煩啦 修行顧名思義就是修正自己的行為 所以就算你平常打坐念經 如果沒有真正改變自己不好的習慣 那麼打再多的坐 或念再多的經 那也只是做表面功夫而已 所以我們要怎麼修行會比較好呢 有關這個問題啊 天德聖教師尊蕭昌明大宗師 分享了一個簡單的方法哦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看看 那就是天德聖教奉行的二十字真言 也就是 中術聯明德 正義信仁公 博效仁直覺 節儉真理和 敲大宗師說 這二十個字是修行的最高境界啊 也是打造世界和平的基礎哦 所以我們只要在這二十個字裡面 選擇一個到兩個字 期許我們自己努力實踐它 這樣就能夠功德圓滿了 甚至能夠成仙成佛呢 假如自己是個很容易生氣的人 那麼就選擇素這個字 作為努力的目標 慢慢的自己就會學習 懂得寬恕他人的過錯 這個改變 其實就是邁向修行成功的第一步哦 至於修行成功以後 到底可以幹嘛勒 那這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